今天我们拆一个电子定时器 这种定时器在以前的电压力锅里面 还有微波炉里面用的是比较多的 今天我们把它拆开 来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 这上面是前面两颗螺丝 后边两颗 我们先把前面这两颗给它卸掉 好,我们把这个盖打开以后 看到这个里边非常多的齿轮 看着做空还是挺精密 然后我们再把后边这两个螺丝卸下来 后边这个带铁壳的这一部分 它是一个小的电机 我们看一下 这是电机的周成 看,这样轻轻的可以转动 然后前面这儿就是 相对于就是减速齿轮这边 定时器齿轮 我们先把这个电机再给它先扣上 扣上以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定时器上面是有三个引线 三个接线单子 最右边这个 它是282的输入垫 它是个公共端 这两个是接电机的 然后这个也是接负载的 当这个定时器没有打开的时候 它是默认这两个脚是分开的 当扒着定时器我们给它定上10 定上10以后 然后这个这两个脚它就导通了 导通的同时 然后这个负载就有电了 然后这个电机同时它也有电了 有电以后这个电机它就开始转动 然后带动齿轮它也转动 当那个祸口这个转动到这个黑色的这儿以后 它就断开电了 断了电以后 然后这个电机没电了 然后负载也没有电了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控制这个引脚通电的作用 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以后 我们在接线的时候 这三条线就不会再接错了 它的内部结构看着也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就是主要的电机和齿轮 但是它就变成干了 它就不错了 这个器调整地的转换 将来真的换成去 然后放开 我们下午